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我們今天來繼續玩我們的新夢起飛系列 天氣真的好暗啊 因為現在是陰雨綿的天氣 室內這很超暗的 好像還有暴風雨 那麼子齊都教我們成母 教她怎麼講話 其實啊很多爸媽不是都會爭出什麼 小孩啊先會叫媽媽 還是先會叫爸爸對不對 所以不知道我們的辰子 我先叫爸爸 還是先叫媽媽呢 還是先叫米卡 米卡在哪裡 走掉了 我跑掉了 在這裡 這很超可愛的 真的好捨不得他們長大喔 可是我想啊 這一次我們可能想要讓他們長大了 因為為了趕一下進度嘛 想要讓他們去上大學 所以可能這一次 在結尾的時候 我可能會讓他們長大 超捨不得的 對了 說到這個 我想讓他們拍一下跟爸媽的照片呢 因為現在啊 我們不是有這個 腳架嗎 我們可以拍一些小人抱著小朋友的照片 所以說等一下讓我們的 陳武跟子齊都來拍一下好了 留個紀念啊 要不然長大又來不及了 怎麼了 子齊怎麼了 怎麼這麼難教 所以說我感覺啊 其實子齊還蠻有耐心的 對不對 所以畫面也太可愛了吧 拍一張 有一種父愛的感覺啊 超級可愛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子齊在幹嘛 子齊在睡覺啊 他們兩個怎麼輪流換床睡啊 對啊 換床了 沒關係 換我們陳武睡覺囉 所以感覺啊 陳武跟子齊也是兩個人輪流故小孩 她們不能留睡覺 果然真的是太累了 我們還可以教她什麼 可以教她說對不起啊 然後還可以教她 還可以教她什麼 看一下 還可以了解她耶 太好笑了吧 試圖了解自己女兒 太好笑了 了解一下 其實我覺得啊 陳武跟子齊兩個人 應該是那種很開明的爸媽吧 所以我感覺他們應該會想要 跟他們小孩當朋友那樣子 就是不會太嚴肅的爸媽啦 喔 陳武跑過來了耶 陳武跑過來看他們囉 然後換陳武長痘痘了 真的假的 巨星會長痘痘嗎 好 那讓我們陳武來敷個面膜好了 長痘痘不行啊 我們是巨星啊 我們陳武來一個喔 好 好 敷個面膜吧 來吧 我們看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陳武的面膜沒有顯示出來啊 好 不夠算了 陳武應該是有敷面膜啊 真是的 突然長一大堆痘痘 好 沒有關係 讓子齊再來陪我們陳子玩一下這個遊樂設施喔 陪他玩溜滑梯 真的好可愛喔 好喜歡這個畫面 超級無敵文型的 你們小時候啊 會爸媽陪你們去玩這個溜滑梯嗎 我覺得啊 這個畫面真的超棒的耶 好喜歡喔 雖然說 感覺啊 子齊的個性 他自己肯定也想要玩吧 可是不好意思說出來 對吧 而且他已經玩不動了 這個 屁股對這個溜滑梯來說太大了 卡住啊 喔 我們小米卡要散步耶 好 那我們仔細帶米卡去門散步好了 要換我們陳武來過小孩 下大雨 我們陳武抱起我們小陳子 帶他去上廁所喔 他想要上廁所了 來去吧 加油 陳子你做得到的 用力 用力的上廁所 把你的所有的憤怒 把你所有的怒氣都發洩出來 畫畫上一下 等一下 我們的陳子上完廁所之後 怎麼要往外跑啊 是怎樣 我突然發現小人有一個傾向了 他們下大雷雨的時候想要往門外跑 到底怎麼回事 都要往門口跑了 不只我們陳子這個樣子 米卡也是啊 為什麼一下雨就想要離家出走 到底怎麼回事 難道他們以為走出這個大門之後就不下雨了嗎 想著沒 快回來啊 陳子 不要再離家出走了 這是的 大家還記得嗎 上次也是啊 上次不是下大雷雨嗎 他們就往門口跑了 到底怎麼回事 不要逼我把門刪掉 哇 等一下 要跑跑昏倒了 因為體力不夠 怎麼連昏倒的這麼可愛 拍個照 真是的 好 要不然我們陳武先來顧下我們的紫辰好了 我們紫辰起床囉 好 太好了 紫辰肚子餓了嗎 好像是喔 我們給他東西吃 奇怪保姆到底在幹嘛 保姆今天超不盡責的 我們紫辰肚子這麼餓欸 然後這麼髒 都沒有幫他洗澡嗎 沒有幫他洗澡嗎 沒有幫他洗澡給他吃東西 到底怎麼搞的 好 來吧 我們陳武 餵我們的紫辰吃東西 我們給他吃小雞塊 來吧 給他吃 等一下被保姆抱起來了 我們又抱不到了 保姆是跟我們搶小孩欸 好 那我們把我們的紫辰放來睡覺吧 不要在路邊昏倒啦 太可憐了 來 乖乖 乖乖 睡覺 怎麼都爬起來了 他不睡覺欸 又要發脾氣了嗎 他說 喔 打雷下雨 我前面有奇怪的東西 什麼東西 換我們陳武來抱抱我們的小紫辰 然後讓我們陳武來教他一下好了 教他一些基本的單字 教他講話 哇 等一下 我們小紫辰說不要欸 說他不要學習欸 糟糕 他們兩個吵架了 欸咯咯 他也是開始了 他剛剛還拒絕 他剛剛也發脾氣 所以我不要 我不要學 因為陳武說要叫他單字 來 給我唸一遍這張馬桶 米卡的罩 你看哪裡 欸 米卡剛剛我們紫辰不是帶他出門散步了嗎 等一下可能要幫他洗個罩了 他超級髒的喔 都渾身冒煙了 怎麼是不是可憐 超髒的 怎麼了 陳武又心情不好 我真的感覺啊 陳武有點慘後猶豫症呢 有沒有 我真的感覺他生完小孩之後啊 好像都是 心情不太好的狀態 可能是太累了吧 怎麼了 我誰就難過 沒有來有的哭泣 我的天啊 好 我們幫那個紫辰洗個澡啊 太髒了 來幫他洗一下 幫他洗個泡泡浴 這個真的超棒的 小時候啊 我都超喜歡洗泡泡浴的 因為覺得超級好玩 超級有趣 哇 我突然發現啊 陳武幫他洗澡這個海綿也是熊熊的耶 怎麼這麼可愛 超久力萌的 他還會玩小鴨鴨 還在吃鴨鴨 我洗好了嗎 洗好了 幫他出來了 好吧 洗好乾淨 穿全新的衣服 這套也好好看喔 這套也戴眼鏡喔 怎麼這麼囂張 要戴個雷蓬眼鏡 我們在讓陳武陪他玩笑娃娃屋 這個娃娃屋超級大的耶 比我們紫辰還要大了 小時候啊 如果有這麼大娃娃屋應該開心死了吧 你們小時候有玩過這樣的娃娃屋嗎 我小時候也有玩 可是比這小很多啦 沒那麼豪華 然後也有玩過那個芭比娃娃 然後那個什麼 小松鼠啊 對不對 超級大可愛的 可是以前的娃娃屋大嫂啊 大概只有這個的四分之一吧 就這一個房間而已 這裡還有什麼 這裡還有廚房耶 這裡還有客廳耶 還有兩層樓 怎麼這麼豪華 雖然說就有一間臥室 然後後面還有泳池 還有泳池後花園 超級豪華的 我剛剛突然發現 剛剛那個電話是澤妍打來的 然後我們全都沒有接到 所以澤妍在哪裡啊 翹班 可是還打電話給我們陳武耶 我們陳武等一下給他回電一下好了 給他傳一個簡訊 對啊 我都差點忘了 陳武跟澤妍之前有一點那個曖昧曖昧的喔 我們陳武傳個簡訊給他 剛才說抱歉 我剛剛沒有接到你電話 你為什麼不來上班 難道是還逃避我嗎 哇 等一下 澤妍回覆簡訊了 他邀請陳武出門耶 陳武要出門嗎 怎麼辦 要不然去一下好了 陳武帶著 帶著紫辰去嗎 你帶紫辰去嗎 不行耶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帶寶寶出門啊 我想說帶給澤妍看一下 不行耶 只能自己去 怎麼辦 陳武要去嗎 還是不讓陳武出門透透氣啊 感覺陳武最近好像非常猶豫耶 好吧 那陳武自己去好了 雖然說這樣感覺有點奇怪啊 陳武跟澤妍去喝杯咖啡 好賴沒有什麼啦 也不是說不能交異星朋友啊 對不對 雖然說他們兩個之間真的有點曖昧曖昧的 這個難道算是優惠嗎 喔 他約在哪裡 約在了溫登堡的咖啡廳 超級漂亮的耶 下雪 哇 等一下 天啊 馬上有人過來了 馬上有粉絲過來 天啊 完全沒有隱私 哇 粉絲剛昏倒了 陳武會說 澤妍 你最近到底跑去哪裡了啊 你為什麼不來上班 難道你今天是在逃避我嗎 哇 這裡具體一堆粉絲耶 還有狗仔的拍照耶 天啊 狗仔拍照 天啊 就會變成這種標題啊 明天頭版 國際巨星 金晨舞 跨資源 私惠 愛情手遊的男主角 側眼 太好笑了吧 好啦 讓他們去喝杯咖啡好了 都來到咖啡廳來喝一下 來點個咖啡 要來點什麼呢 我們點一杯 看一下 我們點一個 哇 全部靈遠耶 我都忘記 每次都忘記我們可以免費喝飲料啊 我們陳武點一杯摩卡好了 來一杯有巧克力味的摩卡 來吧 來點一下 不知道紫綺 明天看到新聞會生氣耶 發生成五半夜 也不是半夜啦 九點半出門去見 去見摩顏 好 我們來點一下吧 點一下門摩卡 你們喜歡喝什麼咖啡啊 關於咖啡的話 之前我們好像有討論過嘛 咖啡其實我喜歡喝黑咖啡啦 我不太喜歡加就是任何東西的 我喜歡就是原味的 無糖原味 也不要加奶精 哇 一個記者在拍照耶 這裡也是 那裡也是 陳武說嗨 對是我 好久不見啊 其實我覺得陳武也很久沒有出來拍照了 所以出來就是重新的拍個照 然後提升名氣也不錯 哇 等一下 剛剛連澤妍都在自拍耶 連澤妍都在拍陳武 全部都是粉絲 哇 等一下 澤妍突然跑過來抱一下我們陳武耶 真假的 然後拿一個東西給我們陳武 他說陳武 好久不見 我這幾天有事情出門了 就是送你的禮物 他送我們陳武什麼 看一下 他送給我們陳武什麼禮物 等一下 紫綺也跑過來了 紫綺跑過來大家看到嗎 紫綺 等一下 紫綺什麼時候跑過來的 哇 等一下 陳武還回送我們澤妍多玫瑰花耶 然後澤妍臉紅了 紫綺 紫綺 紫綺該不會看到了新聞吧 我覺得啊 一定是金神馬上PO了新聞 然後紫綺看到新聞馬上跑過來 想說是怎麼回事 陳武怎麼晚上出門了 原來是宣澤妍啦 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紫綺特地跑過來看呢 然後跑過來之後 紫綺故意給記者拍照 我感覺啊 紫綺是故意來這裡示威耶 要跟澤妍說你看 我才是她的伴侶好嗎 等一下 澤妍又抱一下陳武 天啊 紫綺全都看到了 紫綺有點生氣 天啊 有點糟糕 紫綺走了 紫綺生氣走了 我的天啊 對不對 紫綺超傷心走掉了 我的天啊 紫綺到底為什麼會突然間跑過來啊 嚇死人了 真的耶 紫綺超級傷心 心碎了 天啊 然後陳武還在這裡繼續跟澤妍講話 陳武要不要去安慰一下紫綺啊 我怎麼覺得澤妍也有點心機 該不是是澤妍找記者過來的吧 其實澤妍也想讓紫綺知道之類的 互相耍心機 是這個樣子嗎 他們還過來去點飲料啊 我怎麼感覺他們兩個人好像一副美式的樣子 過來去點飲料 雖然說老實說啦 他們兩個其實也真的沒什麼啦 他們只是 就是抱一下嘛 就像友誼的抱啦 也不是真的就是很浪漫的抱 不過他們互相送禮物啊 互相送了那個玫瑰花 然後他們兩個都臉紅 都是處於浪漫的情緒 所以我感覺啊 雖然說他們兩個還沒有什麼 可是他們內心好像互相有點 有點好感好感啊 有沒有 那我知道啊 你們也有人想要看陳武跟澤妍發展一點浪漫線 所以到時候我們來看看吧 好吧 那看來這次我們的雙胞胎可能無法長大囉 我們下次再讓他們長大好了 我們開下他們的紫綺來幹嘛 我們紫綺好傷心 又走回來了 我們紫綺再給記者拍照了 所以紫綺你到底是傷心還是難過 他很傷心 可是還是要擺POSE給記者拍照 好吧 當明星不容易啊 還是要維持形象呢 好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等一下 今天在講電話呀 他跟打個記者說 做得好 太好了 好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我訂閱的話 記得開啟鈴鐺 就可以刷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